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们在讲耶伦跟刘鹤见面的时候 我们说耶伦并没有参加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他跟刘鹤见完面之后呢 马上就离开了瑞士 他去哪里呢 到非洲访问 耶伦这次在非洲总共访问了三个国家 而他在访问之前啊 中国新上任的外长秦刚 也刚刚结束了非洲的访问 秦刚在非洲访问了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呢 分别是埃塞俄比亚 加鹏 安格拉 贝宁 还有埃及等非洲国家 还有非盟总部 就是非洲联盟的总部 那么中国的外长跟美国的财长 在几乎同时访问欧洲 让我们看到了美中之间的竞争啊 也会在非洲大陆上展开 那么如果说美中要在非洲竞争 到底竞争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中国和美国 与非洲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啊 一向比较久远 要比美国密切的多 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过了 非洲过去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美国在非洲没有殖民地 只不过呢 美国的黑人在非洲 曾经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利比里亚 这个国家现在还在 非洲的殖民地啊 大部分都被法国啊 英国啊 荷兰啊 葡萄牙 这些欧洲国家所占据 二战结束之后 民族要解放 国家要独立 所以呢 非洲很多国家 纷纷都独立 在二战结束后的独立浪潮当中 非洲国家独立过程当中啊 似乎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 就是过去是白人殖民者 在奴役我们 剥削我们 现在把白人殖民者赶走了 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了 一切日子都会好起来 但是现实与这个愿望啊 有非常大的落差 白人殖民者被赶走之后 确实没有人在奴役 或者剥削非洲的各个国家的人了 但是问题是 这些国家很快陷于了贫困 为什么陷于贫困呢 因为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非洲的各国人民 他只是处在一个基层劳动者 这样的地位 白人殖民者在离开的时候 把技术和技术人员都带走了 所以非洲国家的大部分人 既不懂技术 也没有生产资料 更加没有市场 哪怕这个国家资源丰富 这些独立后的国家 也没有办法开发 没有办法加工生产 更没有办法把它销售到全世界 变成自己的财富 所以这些国家迅速就陷入贫困 陷入贫困之后怎么办呢 第一代非洲独立国家的领导人 被迫又把很多殖民者给请了回来 让他们经营自己的在本土上的一些公司 这种经营固然会创造财富 但是后来非洲国家的人又觉得 白人殖民者来经营 又令到大量的利润流到了白人公司 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又把这些白人公司赶走了 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 你没收了白人的财产之后 等你陷于贫困再叫白人回来 那么白人的投资人当然也就不会回来了 所以非洲国家在二战之后确实独立了 不过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就是贫穷国家或者是不发达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也处在一个不发达国家这样的地位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跟非洲很多国家 迅速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中国后来能够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我们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既然非洲兄弟把你抬进联合国 那么中国在经济援助上一定要对这些非洲兄弟有所表示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当初中国人勒紧的裤腰带 援助了印度支那的革命 援助了越南捷捕在老挝 其实中国人民还勒紧裤腰带援助了非洲很多项目 比如说我念小学的时候 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谈战铁路 比如说中国向非洲派出大量的这个医务人员 帮助他们提高卫生水平 那么其实非洲除了得到中国的帮助之外 原有的殖民国家对非洲也有很多经济援助 比如说像法国啊 荷兰啊 这些国家对非洲都有很多援助 你可以理解为这些白人国家 还是要维系他们过去殖民统治的影响力 特别是法国 法国在非洲国家是有非常大的话语权的 法国总统一跺脚 非洲国家的某一个总统可能就会下台 但是问题是这种援助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来自欧洲的 有令到非洲国家慢慢变得富裕吗 在外国的援助之下 非洲国家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呢 就是越来越贫困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特别的腐败 所以如果论腐败程度来说 非洲的国家不能说全地球第一 应该说是全宇宙第一 如果还有外星球文明的话 我想它的腐败程度 也没有办法和非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相比了 非洲就处在一个长期贫困的状况 长期接受援助的状况 这就给大国竞争提供了一个舞台 这就是今天美中在非洲竞争的一个大背景 那么既然美中在非洲竞争 而中国又占有先机 中国跟非洲很多国家的关系 已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并且在这么漫长关系当中 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远超美国 但是最近美国好像突然对非洲 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12月拜登召开了 有50个非洲国家参与的美非的峰会 这个信号就很明显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竞争要延展到非洲了 美国召开的这个美非峰会啊 就是想向非洲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 在这个峰会上呢 拜登对非洲国家许下了很多承诺 比如说这个对非洲的关注啊 对非洲的投资啊 与非洲这些国家的合作啊 非洲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价值呢 非洲对美国来说确实有很多价值 比如说非洲的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 这个话题我们讲过了 从这个石油到木材到一些稀有金属等等 非洲不同的国家都有各种不同的资源 所以呢 美国现在召开了美非峰会明确的宣布 要开始关注非洲投资非洲 似乎美国真是想从非洲的经济发展当中 分一杯羹 美国的真实目标是这样吗 其实美国对非洲表达兴趣之前啊 中国一直没有放松对非洲的经营 这次中国的外长秦刚访问非洲 延续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传统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上任首访国家都选在了非洲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对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视 也知道非洲的战略资源的重要 秦刚这次秉承了这个传统到非洲五个国家访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啊 确实非常有成就 比如说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就在非洲国家吉布提 吉布提可以说是个弹丸小国 但是这个弹丸小国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中国通过长年的经营 终于在吉布提建立了自己第一个海军基地 这个海军基地的建立啊 可以说令到西方国家大吃一惊 这个海军基地虽然看起来好像规模不大 但是中国掌握了这个战略要点 对未来的战略发展 对未来跟美国的在国际领域当中的竞争 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吉布提这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对于西方国家 特别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法国来说 可以说是如芒在倍 第三个呢 就是这次秦刚访问的这五个国家当中啊 其中有三个国家 其实跟中国的关系并不是这么密切 这就是秦刚这次访问的巧妙之在 我们刚说了 秦刚总共访问了五个国家 那么当中有三个国家 到底是哪三个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并不太密切呢 而这三个国家既然跟中国关系不密切的话 那他又跟哪个国家关系密切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秦刚这次作为中国的外长首访 依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传统首访非洲 而他这次访问的五个国家 有三个很特别 这三个国家呢 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密切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国家呢 是安哥拉 可能很多中国人对安哥拉的理解 就是安哥拉长矛兔 其实安哥拉长矛兔 跟安哥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安哥拉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也是非洲向美国提供石油最多的国家 那么欧盟对安哥拉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 安哥拉跟美国的关系密切 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密切 但是这是秦刚呢 五个国家当中就选择了安哥拉 安哥拉当然也欢迎秦刚到来 为什么会欢迎秦刚到来呢 如果有更多的外国援助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那么安哥拉到底是亲美还是亲中 接下来就要看中国和美国在安哥拉到底有多少投资了 第二个国家呢 是加鹏 加鹏除了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之外 他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也非常紧密 这是非洲大陆上极少数几个跟美国曾经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的国家 美国的国务院评价这个美国和加鹏的关系啊 是非常好 美国对加鹏的努力采取大胆的措施 根除腐败改革司法 还有其他重要机构 以及对人权的尊重非常的赞赏 换句话来说 加鹏这个非洲国家在普世价值上 在意识形态上跟美国比较接近 所以美国跟加鹏呢 也是盟友 那么除了之外呢 就贝宁 贝宁这个国家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贝宁长期是处在一个贫困的状态 他可以说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对援助有极大的渴求 而贝宁呢 过去一直也接受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援助 美国国务院对这个贝宁的评价跟这个加鹏有一比 美国国务院说加鹏有民主稳定典范的这个美誉 那么这三个国家既然跟美国的关系 跟西方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这是秦刚呢 专门访问的这三个国家 这说明秦刚在这个执行中国的非洲外交战略上 是希望不给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留任何空白 中国已经跟很多非洲国家关系很密切了 比如说埃及 埃及总统是在中国举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 除了普京之外 另外一个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比如说埃塞俄比亚 今天我们经常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非常亲中 谭德赛本身就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人物 中国在稳定了和诸多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同时 现在开始把手伸向了跟美国和欧洲国家比较密切的三个国家 那么未来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将会白热化吗 我个人觉得美国在非洲的政策其实并不是想跟中国竞争 而是想给中国挖坑 为什么呢 非洲国家独立几十年以来都陷入了一个怪圈 就这些国家在排除了殖民者的统治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跟非洲的地缘政治还有它的整体的文化 我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南非 南非过去算是非洲比较富裕的一个国家 后来因为南非要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最终让黑人掌权 黑人掌权之后 南非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长足的进步 并且还出现了倒退 而国内的民主政治也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事情 这种现象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有发生 特别在经济发展这过程当中 无论过去在冷战时期 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其实美国前苏联都对这些非洲不同的国家 有大量的援助 这些援助并没有起到一个 令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除了让这些国家出现了很多贪官之外 其实对经济的发展并不大 那么非洲国家就陷入这样一个怪圈 越是援助越是贫穷 再怎么援助生活水平没办法提高 文化水平没有办法提高 援助非洲的金钱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 之前我们说过 在这个耶伦跟刘鹤见面的时候 耶伦告诉媒体说 他跟刘鹤的会谈有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这个债务问题 耶伦公开批评中国在处理非洲贫困国家 所欠债务问题 没有积极的措施 令到这些国家深陷这个债务漩涡 中国在非洲的债务问题 其实除了中国的一些援助项目之外 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通过对非洲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原件计划 令到很多非洲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 中国其实对非洲的债务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之前我们讲过了 中国没有钱去买辉瑞的特效药 但是对非洲国家的减债却高达几百亿美元 其实中国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问题是 中国这么多年通过一带一路计划 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何止是几百亿美元 如果所有钱都收不回来的话 那么中国其实当初的打算 就是把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收归己有 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一些战略要地 这样中国就可以控制这些战略要地 但是这样做 往往会被世界批评中国 侵犯了这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说在这个债务问题上 非洲国家是处在一个 债多了不愁这样的状态 反正我就欠你债了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你如果想把我这个战略要地的 某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划归己有的话 那么我就到国际上控告你 侵犯了我的这个主权 所以中国在非洲的债务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而现在美国声称 要在非洲跟中国竞争 美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中国竞争呢 我们有看到美国政府 在非洲有巨额投资吗 不要说巨额 连这个小额投资也没有 美国对非洲喊什么关注啊 投资啊合作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计划 但是中国却几乎是每年 都往非洲投入大量资金 当然中国在非洲投入大量资金 也不是无所得 比如说 非洲的一些矿产资源 石油资源 中国还是得到了 问题这些得到 是中国拿真金白银换回来的 如果接下来 中国要和美国在非洲竞争的话 这就意味着 中国必须要在非洲的投资上 要跟美国比拼资金的额度 如果在过去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中国的GDP增长 每年都以两位数的这个速度增长的那个年代 中国跟美国比拼在非洲的投资 中国或许还有底气 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很明显 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相当负面的发展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 跟美国再竞争的话 中国投入的更多 跟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比 中国其实受到的这个伤害 受到的压力是更大的 但是中国如果放弃和美国在非洲竞争的话 过去中国在非洲经营了几十年 所得到的资源将会荡然无存 所以这种情况就逼迫中国 必须要加强在非洲的这个外交努力 必须要加强对非洲的关注和投资 那么如果只有中国投资 美国只是说说口号 并没有实际行动的话 那么中国本身这种投资 除了增加非洲国家的债务以外 当然也会巩固中国跟他们的关系 但是这能够令到非洲国家摆脱贫困吗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似乎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但既不能够帮非洲国家摆脱贫困 又要中国投入大量资金 又在这个债务上跟非洲国家发生矛盾 这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现在摆出一副 要跟中国在非洲竞争的态势 其实美国并不是想在非洲跟中国竞争 而是想在非洲给中国挖坑 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资金消耗 慢慢陷入一个漩涡 这样又令中国的经济增加了压力 那么让美国拖垮中国的经济 从而导致中国内部发生变化的计划 可能又多了一分成功的希望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 Chill out of the video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